芥蘭菜炒的時候加一點糖 這樣才能夠去除它的色味 牛肉買回來之後我們加一點點的太白粉 不需要用的太複雜 醬油 酒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把它 攪拌一下 拌勻 加少許的油 一點點就夠了 不用太多 稍微把它拌一下 待會炒的時候 它就比較不會黏在一起 這個牛肉基本這樣子醃就差不多了 就可以了 好像這樣子買回來 一根芥蘭菜這樣子 餐廳看到的呢 都會把它切掉 那麼像這邊末端的葉子呢 就會比較苦 所以我們都會把它拿掉 切掉了 切的一樣起這樣就可以了 怎麼炒呢 火開了之後 油先下來 薑末稍微爆香一下 我們要先炒 芥蘭菜 薑末爆香了之後 把我們的芥蘭菜放進來 加少許的糖 然後 一些酒 水 這邊你的水稍微多一點點 其實都無所謂哦 把它 半煮半燙 水分要夠多 這樣色味有沒有去掉 把它稍微翻煮一下 好 可以把蓋子把它蓋上 悶一下比較快 稍微悶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不要悶太久 悶太久 葉子會黃掉 像這樣就可以了 加入少許的鹽 一點點鹽就夠了 基本的味道就好了 拌勻 這樣青菜就熟了 我們就把青菜撈起來 湯汁我們就不要 因為湯汁就會 有點苦澀味了 湯汁也 不是很衛生 青菜我們就稍微把它 排整齊 菜我們炒好了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來 炒我們的牛肉了 一些油下來 就把牛肉把它放下來 牛肉先把它 用油先炒開 牛肉表面變色之後呢 接下來就把這些辛香料全部下來 好 炒上開了之後 蠔油 酒 拌勻 最後用一點太白粉水勾芡 太白粉水少許的太白粉水 把它勾薄薄的芡就可以了 讓他表面更亮一點 好 我關掉之後呢 這個肉 就把它 鋪到我們的芥蘭菜上面 好 把它 鋪上去 芥蘭菜 你記得要炒的時候 加一點點的糖跟酒下去 把它燜炒一下 這樣子 就能夠把它苦味完全去除 吃起來 清脆 好吃 芥蘭的肉 完成了 好 那是 我先說 我先說 我先說